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Press的線上簡報 事實上它可以變離線的 像我就本來今天來我就有點擔心說這邊網路連線速度會不會太慢 所以我把它變成離線的 簡報的方法有很多種 用微軟的方式是一種 但是偶爾換一下 換換不同口味會有比較新鮮的感覺 我相信大家微軟的簡報範本有沒有用很多 內建就有很多對不對 尤其要2010 它有更多很不錯的範本 那 除了那一種以外呢 我們直接從這邊 你現在登錄了之後呢 你可以來這裡 再往下 有一個加 加一個Press 這個 它有付費的部分 也有免費的部分 我們現在免費的主要就是在線上去把這個部分完成 你說要付費的 它是照按月的 就是按月收費的方式 那它就有一個就是 桌面端的那個編輯軟體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在線上編輯 你可以在 看那一端 編輯行再傳上去 只差在這樣子而已 那我現在呢 就按一個新的 一樣有範本給你選 好這個一點點時間沒有關係 我來這裡 這裡呢 我先做幾個 像我上次去那個珠山高中 還有這個 學會的 還有黃道的 那個明道的 明道大學 明道大學也不錯啊 他們那個 在彰化那邊 效率也蠻好的 你可以先看一下 他大致上會像這樣 那如果 你怕說萬一 這樣不行 就是說連線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上網demo會有問題 我就會 把它下載下來 你看 你如果編輯好了 這裡有個叫Download 有沒有 按了Download之後 我按了Download之後 這裡他就選擇 你可以輸出成Portable的 有沒有 離線的 那如果你是 付費版的 當然就可以拿到桌面端去做編輯 好 如果你這樣下載的 我直接給你看我下載下來的 檔案長什麼樣子 它會是一個VIP 解壓說出來之後會像這樣子 像這樣 你這個就是一個 ESC的 事實上它就是Flash Flash的執行檔 所以你點開你的內容 它會把你存在這裡 都放好了 好 所以 你直接點兩下 這樣就可以看了 有沒有 一樣的 那Flash是不是可以變全螢幕 你就可以把它變成全螢幕 那我就 你看看空白鍵 也可以在下面 下面它不是有那個 箭頭嗎 也可以用這邊 我大部分都是用空白鍵 你可以自己指定路徑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 事實上你會發現它實際上就是一大張 你看我把它回到我的首頁 有沒有發現我只是放的比較寬而已 對不對 其實你要不同張也可以 你就放遠一點 可以嗎 在這裡看的時候不要看到它 等於說我只是一個大張的 畫面然後我去跳 不同的方式 跳你要去的地方 好那你自己指定 你的路徑就好了 好 那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你來看看 剛剛的那個應該窄的 差不多了 好這個我就先關掉 你看這裡 一進來有沒有給你選半本 它有一部分還是有3D的 不過3D的應該會比較慢一點 所以我建議各位你先選2D的 好比較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好那像我在這邊 要挑哪一個好呢 它一段時間都會推出新的 好都會推出新的 這些都只是做一個參考 我先用比較簡單的好了 比如說像這裡 這個比較簡單 按好 按選擇 這樣就進來啦 不過很抱歉 一進來 中文打不出來 他可以打字但是打不出來 所以請你記得第1件事情 先來這邊選擇 好在範本這邊選一下 有沒有看到有中文的 你家中文的 綠色的它是英文的 所以你中文字打不出來 你選擇這個 雖然說中文看起來好像就是只能用藍色 事實上那個色系都還可以再改 都可以再改 只是說預設 稍微去分一下 你看日文就日文 韓文就韓文 所以你一定要點了這個 所以你一定要點了這個 點了這個 點了點一下就好了 你就可以離開 按ES7 離開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這個色系改變了 剛剛 我不知道這個 剛剛那個是粉紅色的 我在螢幕上看是粉紅色 所以你點了這個改變就可以打中文字 中文字形 原則上只有一種 叫做 黑體 就是維爾那個正黑體那一種 黑體 好你看喔 在這邊你就可以先打你的主子 主子 你看一點了之後它會變成像這樣 確認一下 你看點 它 這裡有什麼 有沒有發現一個叫Title Subtitle 跟Body 簡而言之 大標 次標 內文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只是它內定有些 幫你做好 那如果你不滿意 你就自己改變 因為 大標 次標 內容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自訂顏色 大小由後面這裡決定 好有後面這個 A決定 好 比如說這個是 這裡 這裡我們當然就把這個 繼續拿來用 Place 線上點吧 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剪天步還是好用嘛 看一下 點進來 不過 它 雖然資源中文但是有幾個字會不行 我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沒有注意到 我一剛開始就跟各位講 我們有WebPen的雲端內容感知 有沒有 內 打不出來 我打給你看 我打給你看 有沒有我打了沒有 融 融有但是內沒有 所以 我今天的簡報不是我故意要少打那個字 我知道有 但是 弄不進去 當然這還是有解決之道啦 只是說 他就是有某些字 比較抱歉的 他 沒有 你看我扣過來 有沒有發現少一個內 好這個可能你就要稍微 改變一下 我們可以用圖片 最好是用哪一種 PNG 因為PNG是不是可以帶透明 那就不會有這個困擾 所以因為他可以插圖片 好 OK 那這是一個 點這個 他就是次標題 比如說這是水利署的 還好水利署都有 好 這樣 OK的 那這我的標題就好了喔 那麼你現在編輯的只是我的第一個畫面 就在這個畫面 這個 有沒有 那因為 向量的 這是flash向量的 所以 大小 縮放的時候 不會是針 好不會是針 那 你看 編輯這個 這是第二個 如果你有需要照片的 我就從這邊加進來 他可以 他有送你一些所謂的 SIMPLE 就是那些 符號 跟形狀 甚至 各位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 那個東西叫做 這個中文要怎麼翻譯 像組織圖啊 那一種的 我先看第二個好了 第二個 他裡面就有一些那個 你了解 這些小的符號啊 你就可以插進來做 裝飾用的 那如果你是 這個 這裡面就是一些那個 這種的 這種的 你就不用自己再做了 他就已經有現成的讓你去挑 讓你去挑 那我們先單純的就 打文字 就好了 好 這個多進來 NDO 在上面 如果你是照片 像我們剛剛的那個照片 我把它叫進來 其實他還有一個好處 你如果是影片 或者是網頁上的圖片 一樣可以 用連結的方式 連過去就好了 比如說你YouTube的 你不用真的自己上傳影片 直接用連結就好了 好 那我們在這裡呢 在這邊 我看一下 暫存 好剛剛有這個文字 我把它傳上去 好上去了 你看 所以為什麼要讓各位用那個 PNG透明的 這裡一樣啊 這樣就比較漂亮一點 對不對 好 那大小的部分呢 他比較特別是這樣 去做調整 移動是這個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 都一樣 直接拉著就動都可以 好 假設我就放這樣 OK 好那這個我第2個好了 第3個 就繼續往下 就這樣一直做下去 好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你想看看 到底他 弱起來長什麼樣子 我們先按上面這邊有一個 Present 就是 開始簡報 好一開始是這樣 按下空白鍵 等一下好 按下空白鍵 有沒有拍到這邊 第1個 第2個 第3個 第4個 對不對 那如果路徑你不滿意 或者是我的主題比較多 怎麼辦 你要增加 就好像我們 簡報要增加 一頁 第2頁第3頁 我們先看 路徑不滿意 在左手邊這裡 有一個叫編輯路徑 左手邊 好 好 比如說你看 這是第1個 我按編輯路徑 這樣你就看到他是怎麼動的吧 這裡動到 2 3 1 2 3 4 5 好 好 這個是第1個 第1個 的位置在這邊 那 你看看 如果你希望第1個的時候呢 它能夠近一點 你可以把它往前一點 先用滾輪 把它放大一點 等到 這個是你要的 範圍之後 你可以把它 在左下角這裡 注意一下 又叫 Add Current View 就是把你現在這個放大的這個 比例 把它加進到路徑裡面 好 你看這邊 我現在這個好了 我加進來 本來5張 現在多了一張 第6張 我就把它移到上面去 舊的這個我不要的 我把它拿掉就好了 所以 你現在一開始就是在這個比例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 其實你把它想做 我有一個地圖 新制圖 準備好了 我只是去 周遊世界 那你把那個順序 就好像你在簡報的順序 決定好就好了 好 那其他的都一樣 甚至它還可以加上轉場效果 不過通常我就不會設太複雜 因為 那個 你花太多時間就失去意義了 所以 我可以像這樣子去把它增加 那當然調整順序也是一樣 你如果結束了就把這裡按一下 它就出來外面了 所以你看點到第1個 第2個 第3個 第4個 今天如果你不夠的 在它裡面就稱作所謂的 增加 增加Friend 比如說我現在 4個主題不太夠 我想要再增加 那你就是在 增加 這個 比如說我到這邊 最後一個到這裡 然後我可以再增加一個 你看 增加Friend 有沒有發現旁邊有多出一個 那麼 你要移到哪裡 隨便你啦 你要移旁邊一點 不希望有人家看到 你就拉過去一點 反正你可以滾回去嘛 你就可以知道說 可以用多少 對 它空間反正無限大 那最後你把它存起來 就OK了 存起來如果 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在這邊 我先把它儲存一下 離開 好 離開了它會給你看 那這就是你的簡報 如果你覺得你要的 就從我們剛剛講的這邊 Download這裡 下面有個Download Download 你去選擇 原則上我們就是第一個 按Download 它就開始幫你做準備 等一下呢就有那個超理解出來了 下載下來就可以直接解壓縮 所以比較不一樣的簡報方式 給各位分享一下 偶爾用一下 眼睛為之一亮 常常用就沒有驚奇 對不對 但是這個說真的 我覺得啦 比較適合就是大綱式的 所以通常我都 大部分都會用在 就是一開始的地方 做整場的一個 蓋藥內容介紹的時候 我用它 但是等它比較詳細的 可能我就 不會用 因為這樣一邊的話不得了 越邊越多 跟我新字圖 越來越廣的話 可能我在處理上 就相對比較慢 你看這裡好了 就按ClickDownload就好了 大致上會是像這種方式 比較不一樣的簡報方法 事實上 你用的這個 如果你覺得喜歡 你可以再試看看 那個新字圖 新字圖就是跟它 一樣的概念 跟它一樣概念 只是 它在 以思考為主 所以它會再更靈活一點 而不是單純就是只有 呈現 畫面的 所以 你會不會用來 你會不會用來